好 那各位 今天是我们金刚经第八字 第八讲 那个金刚经32分 我们说过 我们知道 这是昭明太子把他分的 那个多圆满 有没有分多圆满 那分出来我们比较容易 把他分解分断 这样子来做说明 那个金刚经讲到今天第八分里面 金安利代讲什么 当然就是须菩提 他本身的三问 三问里面是两问 第一个 如果安住我们这一颗 阿妙德罗三秒三菩提心 阿妙德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我们的圆满的圆明虐磐心 这是我们那个佛性 如果安住住 如何降伏其心 他其实问这两个问题 佛陀罗维塔是 如果安住 真正不需要安住 为什么不需要安住 因为他本来就安住 所以佛法是本来法 本治法 这个称为叫佛法 所以跟我们一直说过 我们为什么 各位要来讲经之前 听经之前 要把本师请出来 本师就是我们具足的那个老师 我们的佛性 这称为叫本师 所以南灯佛 与释迦摩尼佛受祭 南灯佛与我受祭 与各位受祭 是同一件事 南灯佛在哪里 从本心如来而言 南灯佛就是我们的如来心 他具有南灯的本质 具有南灯的功德 所以佛是万德庄严 所以我们的佛心就是万德庄严 所以佛心即我心 我心即佛心 所以心佛众生三如差别 它是同样一件事 所以南灯佛点灯 我的自信点灯 点灯保的无名照破 如果保的无名照破 他如果点 他本来是点 是我们没有看到 看到我们的本性光明而已 众生无论有无名 无名是我们的无论 请各位这样听这一点 我们时常在经典里面 或者在原文字讲说 我有无名 众生无名 可是佛在旧尽华意里面告诉我们 无名是我们的妄论 是我们错误的见解 所以本来没有无名这一回事 所以心惊地讲 无无名 没有无名 那没有无名 所以不需要断无名 所以无无名义 无无名境 那既然没有无名 所以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就是从无名开始 无名行事 名色 六路 处受爱去又生老死 这整段十二个叫十二个因缘 一个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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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无名本来没有无名 所以本来有没有行 也本来没有明色 因为一个没有 居下就没有 同理可证 所以也没有生 也没有饶死 生跟死 也没有 所以不需要断无名 所以无名亦无无名境 乃至 乃至就中间不用讲了 乃至无饶死亦无饶死境 本来我们就没有饶死 可是我们一直坚信我们有饶死 为什么 从向上而言有饶死 这是从向上而言 那向上而言有饶死 可是为什么佛陀又跟我讲说没有饶死呢 因为向上的饶跟死是圆饮而已 有没有那位是有 它是圆饮 这个一定要听哦 所以有而非有就是佛法 你说有不圆满 你说没有也不圆满 所以有即非有 非有即有 所以有跟非有是不依不依 有用一个字来解释 色代表有 什么叫没有 空代表没有 所以有即非有 有跟没有不离不弃 有跟没有 其实都一样 所以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各位 这些话你慢慢从你的思维 虽然现在你是用艺术心哦 是用第六意识的艺术心来思维哦 思维既久 当下叫原觉心 当下就是我们的如来常 为什么我在思维这个叫念 我讲这些话 各位在念 在思维 为什么它是如来常 它是我们的本性 六主谈经一直告诉我们 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 就是如来常 就是如来 真如自信就是如来 有念 有念 所以真如能起念 这个才叫做正常 就像各位现在我们眼睛能看 耳朵能听 嘴巴 各位能 嘴巴能讲 能讲话 能能尝东西 彼此能闻 身体会有感觉 心里面会想 眼耳鼻舌身意 耳就是想 耳 想出来的东西 一律称为叫做华 所以眼耳鼻舌身意 对 色身香味触华 为什么一所想出来的都是华呢 这叫做华呢 华叫做韵 什么叫做韵 韵叫做影子 韵藏里面的影子 请问各位 你现在想一件事情 随便你想什么 你现在就开始 可以做事 你开始想 请问你想的这件事情 显现出来的像 是不是影子 是 比如说你现在想华拉利 有没有华拉利出来 有 是不是真的 华拉利在你前面的 四大甲的华拉利出来 不可能吗 请问你想西达州太子 西达州太子是真正 在你的前面出来 摸摸你的头 还是你的想象而已 想象嘛 各位 请问这谁不会 你如果承认说谁都会 所以你就承认 人人皆有 如来 真如之心 佛法是让你证的 证明的 不是让你听的啦 你听的没有用啦 名相听到对有什么用 你要点头 对 我有啊 有就对了啦 有就好说了啦 佛法就是来指示这个明灯 有就是了啦 那因为你有这个 所以你有念 这样子听得懂不懂 那你有念 那六祖谈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这个 我们就有念 可是念 如果念念都是六成 六成成劳 念念就是六成残忽 此人即是无名 即是凡忽 要听不懂 就是你真如人情念 可是你所念念的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实相 什么叫实相 都是那一种 六 都是那一种 四大甲合的东西 那各位 这一种相 我们称为 这样子称为 叫做卓相 所以谈经六祖教我们 真如有念 念这个实相 这个实相不是真如的实相 所以是念这个相 念六成的这个相 四大甲的这个相 这个称为叫卓相 那个六祖教我们 要念什么 这句话是谈经里面 重要的话 他已经叫我们 修行的方法 真如自信能其念 所以真如其念 念 念真如 念念什么 念真如 那什么叫真如 不是有个东西叫真如 真如是一个专有名词 真如的意思叫做本无 各位 你去查丁福堡的 这个佛学词典 所以他真的 他只能有修有证 不然他不会解除这个 真如的意思叫做本无 念本无 什么叫念本无 就是回归本性 什么叫本无 因为说的相都是虚幻 说的相都是假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虚幻的相出来 为什么 就其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个虚幻的相出来 因为你有一个真如 我现在把真如比喻人禁止 因为你有一个禁止 唯有禁止能够显什么 显像 禁止能显像 那禁止能显像 如果你不知道 你拿去执着这个禁止所显的像 可这个是环如 这个称为叫走像 如果禁止能显像 那各位你念什么 因为你提悟 你了解 你思维 这个念出来的像 真如能起像的这个像 能有念 念这个像 这个像 一切像皆是虚幻 既然是虚幻 所以无能 无所值 也无能值 因为它是假的 各位 这个跟禁止 这个是同一个 所以无能值 也无所值 所以念真如 这个真如叫做佛菩萨 各位 这样听 这个对你吗 所以佛菩萨跟环乎一模一样 见地不同 各位听懂吗 可是虽然见地不同 可是环乎跟佛菩萨的本质 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 都有一个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 不是你是怀孕就没有 你佛菩萨才有 错了 全部都有 为什么 因为六根接触六成 都会产生原因 就代表我们有个真如自信 所以佛菩萨是绝对彻底的科学 这个科学不是科学家 向上研究科学 它是从最深层底层的心理因素 所演化出来的一个 真正可以让我们解决人生 宇宙问题的一个大科学 所以叫真相 叫实相 所以各位我们金刚经 我们到今天 我们要讲第十一分 金刚经三十二分 完成三分之一了 各位我们要讲第十一分 第十一分之前的前十分 各位我说过 就是由虚菩提来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安住真如本性 如果安住 各位佛不讲这个问题 可是后面都是答案 为什么 本来就安住 本师本来就安住 因为本来就安住 所以本师也称为叫本智 也称为叫本觉 觉就是佛 也称为叫做本能 也称为叫做本住 各位这是同一件事 重点在本 它本来就存在 你有一天失去过 所以如何安住 它本来就存在 如果你还有个安住的想法 这个叫头上安头 本来有的东西 你还要再生出一个有 各位 这个已经没有进入到 真正的究竟有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如何来降服 如何降服 各位 佛的答案 要怎么样降服 还所有相皆是虚幻 不必降服 无需降服 所以无修也无证 因为他华耳如是 本来如是 可是呢 为了要来解答 虚扑地的问题 就解答我们的问题 佛在金刚经的第三分 有讲如是降服其心 如何降服其心 本来是不需要降服 可是要降服 好 让他降服 怎么降服 不是降服外在 降服什么 降服内在 其实降服算是 降服两个字 其实是转而已 因为没东西 让你降服 是在转而已 降服的意思是在转 转什么 转什么 转是成字 是字本是一 转是成字 无名众生看到是是 诸佛菩萨看到的是字 是字本一 转是成字 所以他会讲 若软身若诗身 若胎身若化身 若有想若无想 若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各位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心里面 真如自信里面 产生出来因缘所生的幻化而已 各位听到懂 这些幻化而已 当你知道它是圆影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执着 当你不知道它是圆影的时候 各位 你心里面的软身 私身 胎身 就变成一个具体世界的 软身 私身 胎身 它会折磨你 当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 它是我心变现的 因为真如有念 我们的真如历爱到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六主看出来 所以六主历爱 他看出来什么 真如 何其自信 自信叫真如 能生万华 真如本性 能生万华 所有的软身 私生 化身 太身 都是真如本性 所变现的 各位 这样子听得懂吗 所以才有一句话 若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各位 所以绝灵菩萨 上个礼拜讲过 心如公化师 这个如公化师 各位能怎么样 能化诸世间 那个他能化诸世间的这些 都是什么 五蕴 五蕴 不是五类 五蕴 悉重生 无法 无不照 他的厉害是 本质具足 能生万华 本质具足 能生万华 就是人的本能 本能 不是只有六足有 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也是跟他一样 也是有 是人的本能 可是人的本能 在能生万华 你又去执着万华 这个称为叫凡夫 各位听懂吗 可是各位 人家六足 跟诸佛菩萨是怎么样 能生万华 可是不执着万华 那不执着万华 叫做无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素者相 各位 这个是一个尊有名词而已 其指四相归一相 有我相 就人相 就众生相 就素者相 各位四相是金刚经 那个文字的修饰太美了啦 当然是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可是各位 我们不是研究华相 没关系 你就知道 四相为一相 为哪一相 就是执着真如有念 念出来的原影 这一相 我们今天所有的众生 是被这个 把我们弄得轮回不已而已 各位听了懂不懂 什么叫轮回 从环乎的角度而言 轮回是 这辈子死了 下辈子叫轮回 所以叫做未来是 叫做过去是 现在叫现在是 这个现在过去未来 是从我们的 有形象的身体来看的 这个是从向上而言 可是各位 金刚经是一部新的经 心是词相 是真正如来本性的心 还一切相皆是虚幻 所以对金刚经而言 有没有轮回 没有轮回这一回事 不但没有轮回 如果众生说有轮回的话 当你心态转变 心态在变化的那叉那 就是一次轮回 各位听懂吗 所以众生无量无边的轮回 各位你看 一个小时内 我们的心里面喜怒哀乐 所有的好坏思维 全部都在这一心之中 我们不是历经了 无量无边的轮回吗 所以经典讲说 我们过了无量无边的轮回 注意哦 经典讲的是 我们的心 不是我们的身 当然身也在轮回 是心的轮回才是厉害 一下子高兴 一下子痛苦 一下子上天堂 一下子下地狱 各位 我们就被这一种轮回所哭闹 并不是被身体的射身轮回所哭闹 请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哦 身体上的射身的轮回 其实不可怕 为什么 心境国土境 假设我们下半辈子是脱胎在一个非常好 如果物质环境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境界的地球 请问你心不满足的时候 那个地方还是地狱 所以各位 未来佛有一尊佛 叫做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所主的天 叫什么天 各位知道吗 多帅天 多帅天 多帅是什么意思 叫做知足天 多帅天叫知足天 所以为什么他在多帅天 我们生多帅天会想到 因为知足常乐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当下也可以入多帅天 你知足就是多帅天 你要懂哦 不是我死后去什么天 你现在的当下就是那个天 跟你懂的这个金刚剥热才能起 金刚剥热才能过去这样子实现 这个须菩提问的问题 其实佛已经都在解答他了 你要安住什么佛性 你本来就安住 你如果想否 不需要想否 是转而已啊 是转一个念头而已啊 是转而已啊 怎么转 若软身若私身的这些 个灭度 无数无量无边众生 什么叫做灭度 灭度就转啊 转啊 转这个 而私物众生的灭度 为什么私物众生的灭度 再怎么灭度 再怎么转 都是转什么 转自己 然后就转其他的众生 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 那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 所以佛 佛就在讲 佛就在讲 如理 从理向上 实实在在的实相 是什么 结果 佛讲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告诉须菩提 很重要的答案了 还手有向 皆是虚幻 若见 诸向 飞向 极限如来 各位 这是如理实践 那个章 如理实践 各位相信了 懂了 我完全明了了 还手有向 皆是虚幻 这个不是 语言文字的明了 是从本性 真如明了 各位再讲一次 这个每个礼拜 都要再讲一次 那把深处变熟 熟处变深 因为我们有一个 启动的电源 这个电源叫如来自信 电你看不到 可是电灯亮 你看得到 电你看不到 可是看到电灯亮 就知道它有电 所以当你知道 六根起作用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你有真如本性了 可到这边 有没有能 反对 没有 好 那个当你知道 这样子了 所以如理实践分 因为你知道了 有那一个 那个 还是从真如本性 所显出出来的像 对真如本性而言 都称为叫运 所以五运熄重生 心如公化书 能化诸世间 什么叫心如公化书 这是禁止人显像 这个叫本质具足 人生万化 显出来的像 全部都叫做五运 五运熄重生 五运都是从这个生出来的 五运 五不照 什么 什么意思 你想想什么 它就要变什么 各位 厉害没有了 各位 你现在想富士山 富士山有没有出来 有啊 你现在想喜马拉雅山 出来 你现在想什么 什么就出来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是听人家讲的 听人家说的 小说看的 还是你的妄想 根本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都出来 各位我现在问你们 没有人看过地狱 可是各位我们有受到一些教育 就是人家跟我们讲地狱怎么样 各位现在想地狱 地狱有没有出来 有 五运熄重生 各位 说实在的 大家对西方基督征土 也是某某服务 都是我们自己妄想的西方基督征土 那个西方基督征土 有八公得水 有七宝池 有金陵流离等等的 各位想 有没有出来 有 所以一切华心相生 各位 这个是什么 人之所见 环乎是所见 也是佛之所见 所有的众生都具有这种功能 所以叫再生不争 再环不见 如礼时天 可是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的五运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所以环手有象 皆是虚幻 各位 你懂得这个 如礼时见 你这个如礼时见 站在法界 才能如礼时见 站在世界 没有办法如礼时见 因为世界是无常的世界 站在心的角度里面 它就是个原因 你懂得这个 你也了解这个 你不再怀疑 为什么让你不怀疑 因为无所怀疑 它是真理 你怀疑什么 它又不是 连世间的示威对错 示威对错 你要怀疑 我做这个是对还是错 你要怀疑 那怎么办 只好寻求法律来解决 可是法律解决的示威 真的是示威吗 不见得 所以能够翻案 你听到没有 所以才要有一审 二审到高等 高等判定的一定正确吗 不一定 说不定过了几年 还可以翻案 所以世间的一切 没有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真理永恒不变 叫真理 还所有相 皆是虚幻的 这个才叫做真理 各位听到懂吗 那还所有相 在这虚幻的真理 你相信了 不是迷信 不是来跟你讲 你点头 是你实证了 只能叫实证 就无人这样 你用眼睛看 二宿圆通的二宿为菩萨 都是实证者 就是用日常生 我们的六根六成六四 以及地水火风空见世 来做实证 所以思为第一 这种方法最好 每种方法都最好 所以法无定法 就像各位 你认为用什么方法 你去观 最好 你就用那方法去观 那佛是提供了 种种的方法 听到没有 所以你不一定要 用那种方法 看适合你的方法 是什么 所以叫法无定法 既然法无定法 所以无定法可说 听到懂这意思 那各位 当你真的如理实践 你相信的时候 你才可以称为 叫做正信 不然的话 你邪信 邪信叫邪之见 叫众生见 也称为叫颠倒见 你相信这个 这个各位 也没有什么可信 那本来就这样子 你不信才怪 这个叫做正信 正信就是路法界 为什么路法界 用心看世界 这是你的见地 各位 我还要问一句 邪见者 有没有心看世界 也是有 可是他心看世界的结论 跟正信者 心看世界的结论 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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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信者 也是心看世界 他看到的世界 是什么的 原因 邪信者 也是心看世界 他看世界 是什么 实体 各位 看的都一样 见地不同 你见地不同 你进入正信 你最低的标准 叫开会员 不是你 你收什么 收我开会员 有的人说 我收完 黏酒 黏粉 我收什么 收完 我开会员了 你又不说 你开什么会员 因为我已经看到 无许了 在我前面走来走去 他不知道 他已经得了 灰纹症 他一直认为这个 我还 立眼看公花 什么意思 眼睛坏掉 青光眼 看到空中油花 空中本来无花 立眼看空花 颜绝君讲的话 现在众生就是这样 各位 我讲到这里 各位 你应该要开悟 这不开悟是不可能 还有没有金刚经 跟六指谈经心经 那我们不开悟 他最简洁 文字最短 可是华语最深 各位 听到懂不懂意思 你能这样子 这个称为叫正信 那各位 你现在会想说 正信不难啊 可是佛陀说 正信稀有 你们认为不难啊 可是为什么稀有 因为能听到这番话的人 他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各位 第一个条件 就非常难 比正落头还难 佛陀说要得到这个条件 佛陀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 失明的乌龟 在大海里面漂流 他呢 千年才能够呢 从海底里面浮上来一次 浮上来到那一次 刚好碰到 一个浮木 这个浮木呢 住了五个洞 住了个洞 乌龟一千年才上来一次哦 刚好碰到浮木哦 而他的龟头龟尾跟两只脚 刚好碰到浮木 那刚好从浮木那边伸出来 请问 机力大不大 都没找到佛说讲的 机力大不大 几乎不可能 佛说这样子的机力 才能得人生 今天我们以得 我们看 是不是人中第一 我们以得 你看多困难啊 第二次 佛陀的机力 你听到你又离 你又怎样离谱 虚尼山你没有看过吗 可是一定知道 比阿里山大嘛 从虚尼山 各位 掉了一条线 一支线 线 掉下来哦 刚好碰到针 那从针孔里面穿进去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佛陀说 这样的机力 才能得人生 所以 要正性 为什么稀有 第一个条件 要得人生 人生难得 经理得 第二个 要闻到什么 闻到佛法 然文 经理文 第三个 善知识 然欲 能解经者 告诉宇宙真相的善知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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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找 三个大乐陀 所以佛说 这个人 不是在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众诸三根 已经在 无量诸佛所 众诸三根 所以叫 正性稀有 不容易 但是当你有 正性之道以后 最后结论 说的一切 无德 无所 什么叫做无所 佛陀你不是说了吗 因为无定法可说 什么叫做无德 为什么无德呢 佛你不是得了吗 佛说 本来就得 本来就得 所以叫无德 无定法可说 所以叫无所 所以也无 这边也无 所以无德无所 就是无能无所 没有一个能 也没有一个所 为什么 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本心 都是这个 请问你要除尘埃 如何除尘埃 假设尘埃是原因 是你本心 视线出来的影像 你不管什么除 都是除自己 所以没有一个 我能除尘埃的我 也没有一个尘埃 为我所除 为什么 都是自己心的幻影 心的幻影 出现在什么 不是出现在外 也不是出现在内 也不是出现在上下四方 是出现在当下 显像 各位这样子听到 懂不懂意思 所以无能也无所 各位无能也无所 无德也无所 这个称为叫做 无为法 所以金刚经 在这一分要结束的时候 用一句话来做总结 一切贤胜 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无为法才叫做见信 见信者才叫做正信 正信者无如理实践 实践什么 还所有相皆是虚幻 这样子才叫做正信 正信稀有 因为正信无得无所 各位到这三个 是一连串下来的逻辑 你懂哦 所以现在佛要告诉我们 依法出身 所有诸佛 阿尼德罗三秒三不提 所有诸佛的智慧 都是从这一部经出来的 皆从此经出 这种智慧称为叫波雷 这不是人世间的智慧 这个是入法界的智慧 这是如理实践的智慧 这是无德无收的智慧 所以波勒我们称为一切之母 所以我们才有一个 称为叫做波雷佛母 是众生把它形象化而已 其实是讲这个道理 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虚伯底听到以后 已经震撼了 可是差一点要掉眼泪了 要让个阿罗汉掉眼泪不容易 可是到下个礼拜 你们就看到他哭得要死 气力悲停 哭得要死 为什么 他说我曾得慧远之 从来没有听过这番话 没有听过这个见解 感谢佛头告诉我 所以讲到依法出身的时候 虚伯底内心还有疑问 各位要听哦 还有疑问哦 那佛头呢 无定法可说 佛知道你的疑问是什么 所以我讲给你听 虚伯底的疑问是什么 既然无德无说 既然无佛可成 无众生可渡 本来我的答案都是这个啊 因为我要问说 如果安住我的心啊 如果享有我的忘心啊 因为我想灭度 无数量变众生啊 大家如果在传统的佛法里面 大家都想说 我要替社会服务嘛 就是灭度无数量变众生嘛 我要把我的身燃烧嘛 燃烧来对众生嘛 还要说佛法基督教也是一样啊 还要基督教 葫芦社也一样啊 儒家思想也一样啊 共产党也是一样啊 所有想为人群做事都一样啊 各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不是我们从小学就学到现在吗 嗯 燃烧的照亮别人 我要灭度无数无边众生 可是佛的答案是 没有众生可渡 我要想成为佛 佛说 无佛可成 啊我怎么依归呢 啊以前佛 你不是告诉我们 有个叫四圣地 有个叫色因缘 啊那我们听了又来证元诀 啊证罗汉 证僧文 啊那我们住在涅槃 啊现在你有说无涅槃可住 啊无法可说 啊以前我们跟你学的不是白学吗 各位徐普提是还没有 发出这个声音 可是佛已经知道了 各位我坦白跟你讲 虚普提是古佛再来 他们眼一出息疑问一答 这个叫金刚针 厉害啊 因为没有文字我们听不懂啊 可听懂吗 所以佛就知道 你的心有疑问哦 所以一向无向分 来了 各位 各位金刚针我是这么想啊 金刚针用我这种速度跟我以前讲的不一样 以前我讲金刚针最快八个月 最慢一年最快八个月 这一次我会讲四个月 我想把四个月金刚针讲完以后 如果各位不嫌弃能来 我把金刚针第一分 边念边讲解 简略解 让各位三十二分全部贯穿 各位当你在阅读金刚针的时候 当下顿悟 当下见火 各位就整个全部贯穿 哦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样 作者的人节点 因为现在要讲经嘛 要摊开来讲 所以也必须要从心性的细分来讲 那各位现在依法出身 既然剥了佛母来了 所以的诸我都从剥裂出 那各位 我们也是从剥裂出 所以一定有一个剥裂让我来证啊 有一个果位啊 让我来得啊 佛你为什么讲说 也没有果位可得 也没有佛可称 所以佛现在就要聚 他平常教导的四圣地跟四个因缘 出现了四果罗汉 第一个叫做什么 虚头凡 第二个叫做什么 虚头凡 第三个叫什么 阿纳汉 第四个叫什么 阿罗汉 那各位在这四个里面 佛都讲得清楚 出果叫做路流 可是十五所路 无德无说 虽然叫路流 路圣流 十五圣流可路 接下来 师头凡叫做 一往来 十五往来 阿纳汉叫做 不来 十五不来 阿罗汉是个果位 可是十五有法 民阿罗汉 十五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叫无声 叫无学 各位到这边 这个时候的虚不提才引住他的自己 佛啊 谢谢你解开我的疑惑 我本来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虚不提 我叫我公为 佛 我本来就这样子 我本来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你说我叫阿罗汉 我人中最为第一 可是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认为我是阿罗汉 没有阿罗汉可得 所以佛说你叫做要阿罗汉行者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虚不提自我矛盾 自我解嘲 个自我来讲 各位听得懂吗 他本来有疑问 是疑问什么 有果可证 有法可得 有四圣地可求 有色因缘可求 现在都没有 怎么都没有 佛跟他讲 真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要进入到四果罗汉 不管是哪一果 都是无所得 无所求 无所修 所以叫做 名为路流 而十五所路 名为一往来 而十五往来 名为不来 而十五不来 而什么叫阿罗汉 十五有法 得阿罗汉 虚不提点头 佛 我就是这样 所以佛才说 我叫做 要阿兰纳行者 各位教授 这样听我 那叫做 一向无向 一向无向 你说一往来 这是在经典里面记载的 他在三界防晚以后 到沙伯岁来 只要一次就好了 他的无复就近了 可是各位 像 或许有往来 心中的如来 真正的如来性 体性 没有往来 各位 这样听不过 各位 现在我们到佛清 有没有往来 有 有 是什么往来 是色身往来 请问你的如来性 有没有往来 没有 你在任何地方 如来性都这样子存在 各位听得懂不懂 各位你要了解这个 你要懂得这个 如果证明你没有来 如来性能难存在 为什么 请问你没有来 你在家里面 能不能想起 佛清位 在这边讲经的 这个差 可以啊 心没有往来 身有往来 不要把有往来的身 当作心 所以金刚经的后面 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记忆太重要 若以色见我 见我不是见 释迦牟尼佛 见就是见 我们的如来 你要用色以若以色 见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为什么行邪道 灰正进 灰正进 那就是邪见 不能献如来 不了解如来 如来没有往来 各位听得懂不懂 身体有往来 哇 各位讲到这边以后 各位 这一位呢 这一个虚菩提 这个都表演了 虚菩提 更加肯定了自己 可是人那肯定也放下 可是呢 很肯定 为什么很肯定 其实佛所讲的 跟我心里面所想的 一模一样 就像六祖一样 六祖为什么要去找无主 六祖为什么要去找无主 我要做佛啊 佛就如来性啊 我要看我的想法 跟无主的想法 能不能认证 因为我不要理 各位听得懂吗 是因无所住而生气心 我就是这样子啊 无所住啊 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住啊 各位 无主跟他印证 所以一波传给他 可是再回想 勇家大师 六祖有五大弟子 有时候讲六大弟子 六大弟子哪里有这儿 第一个 今天六祖谈经 撰写的叫做华海禅师 第一大 前念不生为之心 后念不灭即是佛 心佛一体的 这位华海禅师 讲这些话 他就开悟了 接下来是谁 行师禅师 行师禅师的弟子 叫师头西前 这来是谁 怀让禅师 马踏天下人的 当的弟子叫做 马祖道医 各位 南洋慧中国师 另外一个 这个武告厉害的 这个人是谁 这一个人 各位是谁 郑道哥的这个人是谁 勇家大师 最后一个最年轻 神童之称 如果没有他 今天的禅宗 没有办法从南宗 变成普遍到全中国 这个人叫谁 叫做神秀大师 神慧大师 神慧大师 他把南宗的盾传到北方去 北方全部都是笼罩在神秀的剑法 都是一成不懒的 可是什么叫做一成不懒 就是要秉除 那各位 南宗是什么 无尘可懒 一成不懒跟无尘可懒 是两位数 他讲无尘可懒的 无德无所 无德无说 无尘可懒 无威法 可是当时很多人都反对 刚好利用安死之乱 他利用安死之乱 出来帮国家筹钱 他做的法会 就是无相法会 很多富有的人 因为遭受到生命的危急 他也要了解佛性 所以他做这个法会 就特别的动心 因为他不是从向上说 从心上说 所以有钱人一直的捐款 所以他就把这些钱 来帮助朝廷 平定安死之乱 所以以后他的地位就崇高 这个人叫神慧 那个神慧大师 在唐朝以后 之所以能够让这一个禅宗 能够普行中国 所以大家把神慧成为七主 七主没有七主 是大家的称呼 因为神慧在传播的过程里面 受到了当时候具有影响力的拘束的支出 你知道是谁 第一位 柳中元 有没有听过 唐宋八大家 第二位 是谁 各位知道吗 白居玉 这个都是大大思想家 第三个 第三个是谁知道吗 韩瑜 可是各位 你们讲哦 韩瑜不是毁活吗 对 韩瑜毁活是毁什么活呢 因为唐宪宗要赢火骨 唐宪宗认为赢火骨 民治久安 国家会强大 可是呢 这个时候的韩瑜 引历史的印证 他说中国历代皇帝 凡是有引活骨的 那个皇帝一定夭折短命 唐宪宗听起来 就会弄不掉 你韩瑜只要诅咒我 我赢火骨啊 可他举例啊 举什么例子 魏晋南北朝的皇帝 只要信佛赢火骨的 全部都短命 各位你看历史 魏晋南北朝 尤其北朝的皇帝 各位全部短命啊 各位 是不是赢火骨都短命 不是啦 可是韩瑜用这个例子来举啦 所以唐宪宗很不错的啦 就不错就怎么样 就把他变变 最好都不要看到他 本来要杀他嘛 可是群臣出来啊 韩瑜不得了啊 他文在八代啊 他是那个古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 他恢复中国的儒家思想 可是呢 他在写给唐宪宗的话 说陛下你绝对不能信佛 佛是无父无母不忠不孝 唐宪宗听起来就要去啊 所以他永远不要看到 这个人啊 因为群臣喔 来拜托他啦 所以最后 变变变变 变到什么呢 变到经了潮州去当赤士 潮州以前是蛮鱼之地 很超低 就非常满目的地方 岭南之地嘛 就像六祖出生的那个地方嘛 各位 把他顶到那个地方 变到那个地方 韩瑜无聊啊 可是他身心 稍受到重创啊 重创啊 无聊啊 怎么样 开始呢 把国政 把整个 把整个州政 做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潮州 有寒山 潮州有一个江叫 寒江 各位你去潮州看 为什么叫寒江 因为当做 鱷鱼很多啦 危害百姓啦 那各位 韩瑜写的 记鱷鱼文 把他呢 念完以后 烧掉 把他投在江中 从之后 鱷鱼就没有出来 我说大家把韩瑜当做神啊 所以韩瑜呢 以后又回 回这个长安的时候 所以潮州人 就有寒山跟寒江 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称呼啊 就来记记了韩瑜 可是韩瑜在那个时候 身心受创的时候 听人家讲说 有一个禅师在那边住席 这位禅师叫做大殿和尚 他就是行师禅师的弟子 他就请他到达 这一个赤湖湖来 跟他赤膝而谈十八天 十八天以后 他恍然大悟 才知道 然中的敦悟化 原来我反对唐献忠 是反对他的像话 向 向上 向上引火谷 就能让一个地方长治久安 韩瑜认为 这个才从向上 他理上他说不过 而且他是一个 有骨气的知识文字 所以他坦白讲 不然大家认为明信呢 各位听懂吗 今天有大家下大英来赢火谷 各位听懂吗 火谷是表达各位要懂得这个 不要本末倒置 当然 佛谷有佛谷的功德 佛谷的功德是什么 看到佛谷如否化身在 你要听佛的话 就赢火谷最大意 而不是以那一种有像的那个谷 所以当韩瑜 他破相说的心 跟大天和尚 谈起 佛性本具主的差让 韩瑜 给我非常的欢喜 大天和尚回去的时候 韩瑜送给他的袍子 给大天和尚 而跟大天和尚行礼 从此又 他那非常的忏悔 以前的悔佛 因为以前的悔佛 他说是悔佛的像 是悔像佛 可是他完全遵从 然中的佛法 我悔其悔棒其是佛教 而悔佛法也 所以韩瑜回到北方又 他第一位很高 大船南宗 所以南宗禅宗六祖能够普及 各位神会功劳第一 这些居宿大德们 也是相当有主力 这个就是祝该中宫 真正的佛法要到中国来 因为达摩祖师 已经他的师父 已经跟他讲 各位以后子气要东南 一定要来 西来一定要到中国 因为中国有大秤的根气 那各位到这个地方 已经一向无向 知道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庄严净土 所以各位把这个架构 把它清楚 庄严净土里面的第一句话 是讲 南灯佛与我受祭 那南灯佛为什么与 释迦摩祢我受祭 因为十无法可得 因为十无法可得 也无法可得 所以南灯佛与我受祭 所以各位 从一向无向到庄严净土里面 想出了五个 这个修行的等位 各位 这边呢 因为原始佛教 把菩萨去掉 菩萨就是佛了 五个等位 然后五个等位 所以这个 虚托净 斯托净 阿纳罕 阿罗汉 跟佛 各位 这五个等位里面 有个共同点 所以全部都叫 诸我如来 那我拿个共同点 都是无所得 都是无所住 所以全部都是 无得无所 所以斯托净名为 入流 十无所入 斯托净名为 一往来 十无往来 阿纳罕名为 不来 十无不来 阿罗汉 是阿罗汉可得 所以叫阿罗汉 佛 南灯我 与我受寂 因为 十无有法 明佛 十无有法 能成佛 所以南灯我 与我受寂 十无有法 为什么叫 十无有法 各位 为什么叫十无有法 因为众生 本具佛性 所以无能无所 你的心 还有一个佛可成 你的心 就是有一个 能成佛的你 有一个佛 让你可成佛 你的心 始祖的 有能有所 有能有所的心 叫做有为法 因为那叫生命心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讲经 是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论述而已 传的伟大在什么地方 直接止月 听懂吗 连手都不要看 直接止月 佛陀讲到他讲经的第三阶段 各位 为了直接止月 讲了22年的般若不 最后的涅槃部 妙瓦仁华君 是在止月月的当下 在做个明证 听懂吗 所以佛陀最精彩 就在这个地方 无法可说 无佛可得 为什么 本来你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 所以所有的佛经 你们看到 本师本智 本觉 本能 都是本 就在讲这个道理 各位听得懂不懂意思 那因为你本来就是 所以无法可得 无佛可成 所以然灯佛才可以与你受罪 不要忘记 然灯佛就是我们的自信本性 当你还有能还有所 有能有所的人 代表他有我相 人相 重量受相 四相具足的人 他把佛性遮掩 难灯佛出不来 听得懂不懂意思 本来难灯佛说的本性 你把它盖住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个能 有个手 双重的执着 现在你知道 无能无所了 什么叫无能无所 请各位大德主席听 不是我故意要修无能无所 你故意修无能无所 你就是更有能 更有所 还听到吗 那为什么你知道 你无能无所 为什么知道 因为华尔 神经济不得如是 各位我这样讲 我今天来讲经 我先跟各位介绍 各位菩萨我要告诉你 我是人 我先介绍我是人 为什么我要介绍我是人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人 可是我今天讲我叫做人 所以一定要强调我是人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用讲我是人 各位你出来讲话 也不要讲我是人 因为你本来就是人 你本來就是人 會不會強調你是人 你本來就成我 會不會講說我有佛可成 不會 為什麼 滑耳如是 我恭喜各位 無正而正 各位 無正而正為真正 你要懂 為什麼無正而正 本來就正 各位這佛法很重要 所以各位 真正的佛法是從本心講 各位聽懂嗎 對 可是 各位 扭曲的佛法 曲語的佛法 是從向上來講 各位不太簡單 向上講 各位跟你講 百劫不見信 你迷糊了 因為方向不對 這個叫因地不爭 果遭亦去 你因不對 果一定不對 因為你着力點 進去的方向就不對 各位聽懂嗎 什麼叫做佛法 什麼叫佛的 涅槃妙心 一開始就告訴你 就是佛 各位聽懂懂不懂 是不囉嗦 不囉嗦 這個叫涅槃妙心 各位 妙法連貫經就是不囉嗦 金剛經就是不囉嗦 各位聽懂就告訴你 就告訴你這樣子 那各位能過不囉嗦 各位你也能認同 這個叫正信稀有 蘭德 可這個人沒有相當大的善根 他不是累劫以來 已經聽佛講的這個無相話 可到今天也沒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各位這個是正信稀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結果無相無相講完以後 各位無佛可得啊 所以因為無佛可得啊 所以然燈我與你受祭啊 努於來世當德作佛 叫釋迦牟尼佛啊 所以莊嚴淨土裡面 最後佛陀要再告訴虛夫的一件話 所有佛是本來就成佛 佛是什麼成的 是你心成的 你的心跟佛無我無白 所以絕對不要有一個向上的觀念 我要莊嚴佛土 莊嚴佛土不是在向上的莊嚴 是心中的莊嚴叫莊嚴佛土 所以他在講一句話 莊嚴極非莊嚴 世民莊嚴 那也不要想說 各位有個向上的佛身 三十二項 一個硬化身那麼大的身 魯虛尼身那麼大的身 也是虛幻的身 因為所有的項皆是虛幻 所有的莊嚴像也是虛幻 真正的大身就是我們的法身 什麼叫法身 就是藏在我們色身裡面的那一個 聽得懂不懂 藏在色身裡面的那一個多大你知道嗎 無量無邊大 這個才叫做大身 比虛幻山要大 虛幻山不能解決 虛幻山是有形的象而已 凡是有形的象都是生魅華 你心中有一個無形的象 那才是Maha 什麼叫Maha 超越時間跟空間 超越時間跟空間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所有的淨土 皆在你心中顯現 所以各位如果說西方極的淨土 它是個阿蜜陀的淨土 它如果它是個有象的淨土 有象嘛 因為它裡面有八功德水氣保持 請問有象淨土的這個淨土 請問是在什麼之中而已 我人心中而已 因為能源經講 任何有象的虛空 跟無象的虛空來比較 如片雲點太清 各位聽得懂不懂 阿彌陀經講 有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 從沙普世的算起要經過十萬億佛圖 是不是阿彌陀經 十萬億佛圖 現在科學家一直想 十萬億佛圖是幾個銀河系 各位 這個是留給科學家跟佛學家去做研究 反正十萬億佛圖的實 佛圖不是講具體的實 叫做無量無邊的遠 請問無量無邊的遠 我坦白跟各位講 不管科學都發達你都去不了 只有一個去得了 什麼去得了 心 你為什麼知道信得了 你為什麼知道要正啊 請問你想西方 西方有沒有出現 有不是到了嗎 有誰說沒有 沒有不是正常人 因為我們具有如來智慧特相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所以各位 三世一切佛 所有十方佛圖 十五法圖 包括地獄 二鬼 所有道 皆在五星的一年間 你想什麼 他就變什麼了 因為心如共化師 人化諸世間 各位 懂不懂這個的意思 所以各位 一定要知道哦 所以莊嚴佛圖 就講莊嚴即位莊嚴 市民莊嚴 屈尼山的大僧 大僧即位大僧 市民大僧 莊嚴盡土 各位 我為什麼 就花一半的時間 把這個過來 因為金剛經 三十分 你不能斷掉 因為他跟六祖壇經不一樣 六祖壇經是敘述的 它不是 它是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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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各位 片段片段 這一個 這一個招民太子在片段裡面 把它分這個片段 金剛經是整個主文 有時候各位不體悟的話 金剛經以為 講這個怎麼用這個 這個怎麼用這個 不是 他說互有關聯 那這互有關聯 各位 你這堂課裡面 要講後面的東西 先把前面過來 後面一定是他的銜接 所以為什麼會從儒理實踐裡面 因為虛普頓的兩問 儒而降乎 儒而安住 所以佛跟他講 不需要降乎 不需要安住 為什麼 因為環色相 皆是虛幻 你如果若諸相 揮相 你就現儒來 諸相揮相 那就是儒來 為什麼 因為儒來體能夠把諸相 轉換成 顯現成什麼 揮相 什麼意思 儒來就是這個鏡子 諸相就是外面的這個 諸相對如來 信體而言 它是什麼像 揮相 所以你看諸相 揮相 你就見了什麼了 現如來了 聽得懂不懂 那各位我要問你們 環入眾真 有沒有現如來 有 他不知道 所以見地不夠 佛社講 那我們知道的 各位 佛所講的都是人的本能 什麼叫無明 我們把人的本能 誤解掉了 還叫無明 不是我今天很傻的 這樣叫無明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我誤解了 本來我的本能不知道啊 本心不知道啊 零三重心中求啊 不需要外求啊 不知道而已 各位你今天知道 正信稀有 你知道正信稀有 你知道的是什麼 所有的一切 無德無說 所以才叫做無違法 眾生本來叫無違法 是我們把它 誤認為有違法 所以所有的諸佛的智慧 都是從這無違法出 無違法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玻蕾是一切字母 所以我以前教你們的 有四果羅漢有佛的這些 只是一個表法 請需不需要你不要誤解 那個是階段性 我在教你而已 可是今天講的金剛玻蕾 我坦白告訴你 需菩提 斯陀凡 阿納罕 阿羅漢 阿羅漢的這些 只是名相而已 他們有個共同點 全部都是無德無說 全部都是無所入 全部都是十五一往來 全部都是十五往來 全部都是十五法又可得 各位十五佛可成 是一個南登佛就跟我說句 所以一切的佛法 所有的眾生 今天最重要的自然性 全部都是從心而產生 所以所謂的莊嚴 需不需要再告訴你們 沒有一個莊嚴淨土可成 因為你的心 心淨 國土就淨 所以這個叫莊嚴淨土 所有的身也沒有所謂 你所想像的那樣的大身 再怎麼大 不如你的法身大 所以法身無依 法身無助 法身淨虛空而遍法界 各位這個是莊嚴淨土 跟佛的交代 所以各位為什麼我們上完課 各位我再把這個再想一次 各位聽聽看 願以此功德 就是現在把聽經的這樣的功德 聽經的功德是什麼 不是你來這邊聽的功德 你來聽沒有功德 是什麼 是你把本具莊嚴 本具佛性的功德讓它顯 功德在哪裡 你本質具足不是佛給你的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我聽到了這番佛的見解 跟我的如來見解相應 把我本覺本質抒發出來 這個叫做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你的佛的光明上出現了那一刹那 那一刹那叫做清淨心 什麼叫清淨心 清淨心就是無德無縮的心 清淨心就是無誠可懶的心 清淨心不是一成不懶喔 一成不懶是神秀的清淨心喔 不及格不入門 清淨心是無所懶的心叫清淨心 那你說我擺在什麼叫清淨心 不用擺你本來你就是清淨心 因為你的執著有德有收 才會變成你不清淨 所以不清淨在哪裡 在無為 不用作為 各位聽到懂不懂 那不用作為是我像不用作為嗎 不是 是你心不用作為 啊像呢 像呢 為一切所因為 心呢 橫處無為 這個叫三昧 像要為一切所因為 為什麼 因為像要敬人是聽天命 各位要聽喔 心沒煩惱 你能這樣子 這個叫做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各位跟你說 你的佛性本住的淨土 本來的淨土 莊嚴到無可言喻 心莊嚴萬得莊嚴即出 不是從相上看到的 可聽到嗎 諸我菩薩看得到啊 他知道了 你的本能出來啊 各位 以這個本能 善報四重恩 為什麼善報四重恩 父母生我為人生 報答他 因為沒有這個人生 你佛法 你今天進不見到佛法 因為六道裡面 以得人生最殊勝 聽得懂不懂 因為鬆狗體最強 報父母恩 我今天能夠存在 能夠存在 能夠存在 讓我色身能存在 沒有國家 沒有社會 你哪能存在 要報答他 沒有眾生 你怎麼存在 你一個人怎麼能生我 你要報答思恩啊 沒有諸我菩薩告訴我這個 你怎麼知道 這個叫善報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為什麼能夏季三土苦 各位 因為以把這功德 以後跟有緣的眾生來講述 讓他能了投六道論而已 所以善報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什麼叫若有見聞者 不是說 你這樣來聽見 如果有聽到人不懂 若有見聞者的意思 在講你 我現在見聞者 我現在見聞者 我現在知道了 了解明白了 若有見聞者 西花菩提心 你明白的當下 叫做花菩提心 菩提心不是有一個菩提心可花 你當下的本心叫菩提心 為什麼 只要清淨無懶 就叫菩提心 不是我要去花一個菩提心 可是語言文字不得不這麼寫啊 西花菩提心 禁此一報生 禁此一報生 不是說我現在死掉 叫禁止一報生 不是 禁此一報生 就是在當下的這一念 叫做禁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為什麼 因為我跟我跟眾生跟佛 全部都是處在極樂的西方極限的 整個莊嚴的淨土之中 佛與眾生 五二五百同一體性 所以同生極樂國 各位 這樣聽我的意思 各位 這樣聽我的意思 各位 我想跟你們問一下問題喔 最後的回向記講同生極樂國 請問我們本來有沒有同生極樂國 有 是眾生誤解現在 我是屈居在廢土而已 其實各位 本來現在就在淨土了 因為你莊嚴國土了 各位 聽喔 你如果認為淨土還有一個來有一個去 我跟妳講喔 當妳心不清淨 真的把妳帶到西方極限的淨土 他也是五昨二次喔 各位 妳要聽得懂我這個文化 各位 我們知道玉界天 我們上面叫四王天 四王天上面叫多率天 叫做刀立天 預防上帝那天 刀立天上去叫做夜摩天 夜摩天上去叫做多率天 多率天叫做知足天 誰能上多率天 知足的人 處的世界叫做多率天 不是有個多率天讓妳去 妳所處的心是知足的心 妳現在就處在多率天 所以多率天叫做知足天 所以成語才有一句話 知足常熱 所以聽得好啊 各位聽了 真的把妳帶到多率天 妳沒有知足 他還是五昨二次 甚至比地獄更不如 因為一切法從心想生 各位妳要懂啊 喔 各位啊 這點妳如果知道 跟不知道是兩回事 修行的法要是兩回事 當妳懂得這個 我現在就在淨土 所以無淨土可求 各位聽得懂不懂 既然妳是在淨土 所以各位 妳就是什麼的視線 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佛就是有本心 那既然我說阿彌陀佛 所以看到什麼人都是誰 阿彌陀佛 請問有沒有平等 那個平等是妳故意要平等的 還是本來平等 本來平等 妳能本來平等 才叫做佛心 才叫做清淨心 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佛都沒有叫我們故意喔 佛全部都是講本來的術 這個稱為叫做佛化 好 那各位金剛波勒已經進入到 這樣子的境地囉 各位 妳們的見解這邊喔 其實底下應該是佛要跟妳們塑祭了 塑祭什麼 妳已經開了慧眼 慧眼 智慧的波勒 智慧的見解已經出來了 所以各位 我們沒有多久會講到 各位我們有慧眼佛 有佛眼佛 有華眼佛 各位這個在講這個 各位已經開了慧眼了 對 那個開了慧眼以後 我們現在來看 無為福勝溫 當那開慧眼的人 當他無德無說 當他那莊嚴佛土這個心的時候 現在來比較 來較量看看 這個無為華的心 跟有為華的像 他們的區別如何 好 那現在我們要看 無為福勝溫第十一 現在請大姐來念這一段經文 請歡開第三十二頁 無為福勝溫第十一 虚佛提 如恒河中所有沙樹 如是沙等恒河 予欲云河 是諸恒沙 您為多佛 虚佛提言 甚多世尊 但諸恒河 上多無數 何況其沙 虚佛提 我今實言告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宝蟒耳所 恒沙樹 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布施 得福多佛 虚佛提言 甚多世尊 佛告虚佛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於此經中 乃至受此 四句 四句 既等 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 聖前福德 阿彌陀佛 好 先看看 各位 各位 這一分 莊明太子 把命名叫做 福德 可是前面是無為 各位 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他在講無為法 各位已經知道 一切法是無為法 採用出賢慎 有為法是還虎 不管你多奉公 偉業都是還虎 那各位 我們今天要了偷生死 回歸清心在無為 那請各位這樣知道 眾生本是無為 是我們誤認為有為 請問本來就無為 因為佛性顯現的 一切都是無為 各位 無佛可渡 為什麼是渡自己的心 各位無眾生可渡 因為眾生對我而言 都是心的顯現 所以你渡眾生是渡自己的心 各位貼著頭的意思 所以無眾生可渡 因為眾生對我的心而言 它都是圓影 好 那各位我們來看 須菩提 比如橫河中的所有沙數 如是沙等橫河 與與銀河 這個很簡單 橫河裡面的沙有幾個 各位當然無量無邊 可是每一個沙又等於一條橫河 請問橫河有多少 無量無邊 好 各位來 是諸橫河沙 凌為多或 什麼意思 橫河的沙 代表一個橫河 所以無量無邊的橫河 請問無量無邊的橫河 加起來總和的沙多嗎 各位 這個是數學題目 當然多 一條橫河的沙 都多了不得了了 何況是無量無邊的橫河 加起來的沙 怎麼會不多呢 所以須菩提 當然回答盛多 世尊 但諸橫河上多無數 何況其善 這些橫河都不知道 有多少的 何況加起來的沙 須菩提 我今實言高 告訴你 這太重要 我思緣高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寶滿耳所橫河沙 術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輸得福多佛 各位什麼意思 橫河的沙無量無邊 無量無邊的橫河的沙 加起來無量無邊 每一個無量無邊的橫河的沙 變成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請問有多少個三千大千世界 無量無邊 無量無邊的三千大千世界 藉著七寶去布施 請問這個福多嗎 各位 這還要猛虛伏體 人也要 當然甚多 各位 無量無邊 乘以無量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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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無邊的平方 乘以無量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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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無量無邊 是無量無邊 各位 這個是揪摩摩斯 他只是佛陀 為什麼要這麼講 揪摩摩斯 為什麼 那一種 言簡易概的人 為什麼要這種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翻譯 各位 如果玄章翻譯 又不是這樣什麼 你把多少的無量無邊 再具體的再翻譯給你看 虛菩提 這個 為什麼要從無地翻譯 再告訴我們 真的那麼多的無量無邊的氣寶 結果佛告虛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於此精忠 受此四句句就好了 那四句句 請各位把金剛經翻開 任何四段話 四句話的華意 四句句不一定是四 四的意思就是金剛經的華意 比如 若見諸相揮相極限如來 比如眾生 這個菩薩無我相 人相 眾生將受者相 而行以不思 比如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不住色身相畏促 而生其心而行以不思 比如 若以色見我 以陰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比如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霸眼 如露易如電 因諸如士官 就是以這樣子的四句句等 為他人說 而佛說 此福德 聖全福德 各位 佛陀一直在受祭 一直在實證 第一個 能聽到金剛經 受此金剛經的人 已經正信稀有 這不簡單 各位 這個提供給我們 一個真的 非常大的信心 像要跟各位講 金剛經事巨長 為他人說 其子福德 聖全福德 為什麼 不管橫河沙多少 不管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多少 他都是有違法 有違法 有多就有少 有違法叫生命法 生命法 都可毀滅 金剛經事巨巨就是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佛性是什麼 不是用相克形容的 他是無相生 稱為叫華生 他是莊嚴佛土 這個佛土 這張莊嚴 各位 你知道不知道 華葬比丘 花了四十八願 而成就又成就 阿彌陀佛 而來開創一個西方極的淨土 請問 華葬比丘 花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能力 有沒有 完全沒有 華葬比丘 用什麼 來成就一個 讓眾生 試圖同一 讓眾生可依辭的西方極的淨土 用他的什麼 心 各位聽得懂不懂 既然心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各位 當金剛金四巨巨 離相 當金剛金四巨巨 生清淨心的撒納 我們的萬德 莊嚴的功德 在這個時候就建立 聽得懂 這個當下就建立 這個功德 哪是無違法的功德 哪是你用這麼樣 這麼樣 還大的整個布施 能夠比較的呢 所以有相絕對不能超過無相 無相是無違法 無違法 才能入賢聖 凡是有相 全部都是凡無 可是各位 這邊請各位要注意的 不是佛這麼跟我講 你回家 練了幾度金剛金 你的功德就很大 不大 為什麼 因為你還有一個功德很大 各位 這邊的一個重點是 佛告虚不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重點在善這個字 在善個這個字 各位 什麼叫做善 各位善的意思叫做正 正的意思是什麼 正的意思叫做佛之見 正的意思叫佛 叫佛之見 各位 佛之見稱為叫正之見 各位善男子善女人 就是他的見地 要入法界者 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請各位要知道 不是一般的人 你要入法界 入法界的見地 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各位 從這個地方又講回來 我又講回來 那請問善男子善女人 我們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是 本來就是 各位聽得懂嗎 本來就是佛法界 可是各位今天 因為我們被 攀原心所作之 被這個影像的這個像 把它認為室友 是本來我們就善男子善女人 那由現在變成 賤男子善女人 可為什麼 你是你永遠沒有變 是你的見地在轉變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所以六處意思說 五地心邪 兩五地心邪 兩五地做的事情太好了 心邪 原來心 還是在死有的世界 沒有入法界 五地本來也入法界 因為他不知道他入法界 所以他的見地是入世界 所以叫做邪見 各位聽懂 邪見叫做眾生見 叫做邪 就是環老見 就是這個意思 各位金剛經的這一分 就這麼樣的明瞭 這麼樣四句句 四句句讓你入法界 什麼要為他人說 為他人說的說 不是要站在台上來說 那個是因緣所昇華的說 那個是有這個因緣才這麼說 什麼叫做為他人說 表現在日常生活 處處行 處處站 這個稱為叫做說 各位聽得懂不懂 不是說你要發願 各位以後我要懂得金剛經 來對他人說 來演講出來 演講出來的這個 也是要隨處隨人隨地 這個也是因緣所說 各位每一個人的角色不一樣 各位你站在你本如真如的角色裡面 你只要盡人是聽天命 這個叫做為他人說 而此福德聖前福德 各位上次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好 那各位無為福聖文知道了以後 現在請大家來講 來念第十二分尊重聖教文 請看第三十四頁 尊重聖教文第十二 父次虛弗提 誰說是經乃至四句祭等 當之此處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皆應公樣 如火塔妙何況有人 盡能受此讀誦虛弗提 當之是人 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 之處即為有佛 若尊重弟子阿彌陀佛 父次就是接下來說 虛弗提啊 誰說是經乃是至句祭等 可這誰說是經 就是為他人說叫誰說是經 那個對他人說誰說是經 這個誰 各位 當然他的範文廣 誰人 誰事 誰地 誰時 各位這個稱為都叫做誰 這個誰的範文廣喔 不是說站在這邊叫做誰說是經喔 誰說是經 誰人 誰事 誰地 誰時 那各位當這個誰的當下 並不是說 你要用言語講出來叫做誰 也不是 也不盡難 什麼叫誰 就是碰到了人是地物的當下 我把金剛的法義 把這金剛的法 真正的正法 可表現在日常生活上 這個叫做誰說是經 那個各位誰說是經的這個誰 誰時誰地的這個誰 那個乃至四句祢等 各位要用什麼 只要金剛經的法義就好 因為佛陀告訴我們 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人 依義不依語 問題不是在語 是在義 你要了解義 什麼義 了解真實義 真實義是什麼 是華信 真實義是什麼 是如來信 真實義是什麼 是眾生本具的本能 本能的如來 如大圓盡之一般 它本質具足 它的功能 什麼功能 能夠顯現外在的外境 把外在的外境 顯現為影像 在我五人的心中 所以五人的心中 當你眼睛能看 耳朵能聽 嘴巴能長的所有六根接觸到六層 都是身柔萬象 在我心中的顯現 各位聽懂嗎 所以顯現出來的這一切 都是我真如本性的顯像 所以呢 玉玉玉玉黃花 莫非般若 輕輕脆脆除也是真如 不管是玉玉黃花 還是輕輕脆除 都是我心顯出出來的形象而已 那請問 黃花跟翠竹 都是我心顯現出來的影像 所以這個黃花跟翠竹的像 它是像喔 各位 跟什麼樣 無耳無白 跟我能顯的這個性 無耳無白 所以見像極見性 你還這麼聽我嗎 那個當見像極見性的當下 只是各位的見覺喔 不是各位修行的層次喔 我要修行修到 一朵黃花變成玻雷 修到一個翠竹變成真如 可是我又不知道 這個玻雷是何物 又不知道真如又何物 我這樣去修 忙修下練 翠竹就是翠竹 黃花就是黃花 可是見地不一樣 黃露眾生把翠竹跟黃花 從像上來看 那對這個像的態度 愛之欲其身 物之欲其死 因為這個叫我直我像 我見 把這個他見的這個像 各位在你我直的思考裡面 你要取還是不取 都是隨著攀緣心來做抉擇 你今天想取或者明天不想取 你今天想不取或者明天想取 因為這攀緣心不定 為什麼有一個不定的攀緣心 因為你有個我直我像 在主觀一直在評斷 這個稱的叫懷惑 所以黃花也是黃花 可是黃花極非黃花 可是翠竹極非翠竹 為什麼 這個是從性上來看的 我看到它是黃花 我看到它是翠竹 可是對我而言從本性看 它不實在 為什麼不實在 它是影子 黃花沒有進入到我的心 為什麼 因為它是鏡子中的現象而已 它具體嗎 看起來很具體 可是捉摸不到 影子嗎 黃花是我心中的影子 你如果擁有黃花 你如果佔有黃花 你佔有黃花 你佔有黃花 不是佔有黃花的這個像喔 是佔有黃花的影像而已啊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個意思 可是你一直執著在這個影像 你不知道影像不可取不可酌 因為它是如夢幻跑魚 可是當你了解的這些 影像是影像 所以影像即非影像 黃花即非黃花 因為它是影像 世民黃花 它是假名叫做黃花 給那個取名叫做黃花 可是它是影像 可是當你能提悟這個 這個人叫做 誰說金剛金四巨巨 你提悟了 你不是看到黃花知道黃花非黃花 不是看到翠竹知道翠竹非翠竹 是才行住坐卧二六時中 挑財淡水迎兵送客之中 一己一切一切即一 所得一切都是什麼而已 圓影 既然是圓影 圓來則映 映了則不與之攀緣 我只要 竟然是聽天命 竟然是圓影 取與不取 與我身 與我心 無相干 各位能夠這樣子的話 給我告訴你 你進入無威法 這是佛陀眼中的 善男子善女人 也是佛陀眼中的賢跟聖 可這種賢聖 跟世間法的賢聖 差點太遠了 世間法的賢聖 就要向他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去部署了 各位無威法的賢聖是什麼 是祈福聖筆 不知道幾百萬億倍 各位這句話就是 虛不提 誰說是今 乃是四句句等 就是這種人的心喔 這種人才算喔 各位 要訪問你自己 你現在的見地 有沒有轉 事成 智 插那間轉 所以佛法無人說 雖之不能見 各位你不知道 你會誤解佛法 佛法是轉你那顆心而已 真的就在插那間 所以六主談天就講 遁則 悟則 插那間 迷金千百戒 事則 事則 農女 遁成佛 非則 善心 生痘獻 善心比丘是佛的兒子 他跟他 事則22年 還是生痘獻 為什麼 非嘛 不承認有佛性嘛 而且還罵他爸爸 各位 所以他要遭受到 無限的痛苦 那無限的痛苦 不是佛讓他痛 是他心在痛苦 疑惑 真的爸爸很不理解 別人這麼說 只有你這麼說 可是那 事則 了解了 點頭了 事則 容女頓成佛 勇家大師正道歌 勇家大師正道這個層次 他只是要去問六主說 我所正的跟你所正的 你來印證一下 我這樣正 有沒有圓滿 對 結果他剛開始來 他就表現他很高傲 拿著席帳 站那邊 席帳 各位你看我是受戒者 說實在的 勇家大師當所受戒的年份 又比六主還要長 各位不要忘記 六主24歲 得了華麥以後 他是39歲才出家 各位你要知道 所以六主對於出家的這個界裡面 各位他只是拆交 各位你要懂得這個 所以不能以這個來看 不是在看你誤到不誤到 這個是像而已 各位 勇家大師從小就出家 各位他是圍摩金的誤到 可是他很誤到 所以當然他在六主的前面 各位他能顯出 各位他拿生像 生出家這個像 各位他搭著主義 各位拿著席帳 各位各位 漢傳我講而已 你三殘大戒沒有十年 你不能收地主 這個自從教上而言 人家勇家大師是什麼 結果他就講一句話 六主講說你怎麼那麼沒禮貌 各位他說我為什麼沒有禮貌 生死世大啊 無常迅速啊 六主回答了 各位各位給你聽 勇家大師怎麼著呢 生死世大 還有一個 生死世大 無常迅速 無常還有幾根素 勇家大師心開了 跟我見解一樣 生死世大 你只要執著有生死 才認為他世大 六主跟我講 本无生死这一回事 各位勇家大师才知道 哇 已经正到阿里阿德罗 上面有双菩提 无常迅速 还一个树根不树 还有个极根树 本来就没有极也没有树 各位这个时候的勇家大师 就向六祖顶礼 顶礼后要回家了 你为什么不住一晚 所以他就住一晚 所以叫义朽觉 所以各位义朽觉 再告诉我们住几晚不重要 物责叉哪间 见地而已 真正的啦 你要听我说 佛经也没有矛盾 有这么多人没收音 没什么没什么 听佛讲讲的 正恶果三果 真的啦 各位 我还记得 我上个礼拜有讲一个比丘尼 对比丘尼 有没有记得 沿壽的那一个基利师 基利师巨坛迷 你去看看 他遭受到身心那么大的折磨 他是刹那间 听佛所说而正果 所以各位 我们在佛教的整个本身论里面 佛教本来教法里面 是在讲佛法 佛为什么有时候很会讲故事 佛讲故事 都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讲他过去生中的故事 因为过去生中故事 本身论都重新产生了 佛陀也举他现在的故事 现在的故事 马上可以感动了很多听的人 虽然你从阿含经去去看 杂阿含 《真意阿含》 阿含经里面 很多在讲故事 那各位 大乘经典也讲故事 大乘经典讲的故事 有时候都不是现实的故事 都是过去生中那种 法界的故事 可是阿含 原始佛代在讲现实的故事 那各位 因为佛陀本来是不答应 比丘尼受戒 他不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 因为印度本来就重男轻女 你知道吗 所以佛陀完全都是时代观 来看世界 他没有一个教法 他教法是法无定法 可是因为他认为 因为比丘去脱波 男女本来就有别 从向上有别 从本人的攀岩心而言 也是有别 因为男生爱女生 女生爱男生 佛陀时代 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没有 男生爱男生 女生爱女生的 因为这个时代所来 所以佛陀里面讲的都是 善男子善女人 把女人 女人 我相信如果现在佛 再来讲的话 一定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及善非男子非女人 会说 因为时代所然 所以佛陀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 各位听得懂不懂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我们要从时代来看 你不能说阿乐佛 就不是赞成什么 不反对什么 各位佛没有赞成跟反对 只要你能清净心 什么都对 你没有清净心 什么都错 这样听不懂 所以提出的提佛达多 有法 有法里面其中一法 坚持一定要吃素 不能吃肉 佛陀佛说我不能赞同 各位 现在从向上佛教里面 你看会矛盾喔 如果今天有一个佛陀出色 大家说 吃肉沒關係 各位 大家一定都走的 加两半 佛陀 一百多月 今天露露得少人 各位跟你讲 最起码跑了三分之六 凹人坏耶 各位提佛达多用这一招 把佛陀的弟子 带了一半以上走 佛陀说不一定要吃素 为什么你知道吗 请各位听着 第一个 考虑到当所的营养 因为年老比丘 年老比丘 他没有大 所以年老比丘 不用去脱波 不是大家都要去脱波 年老比丘 要脱波什么 好 再来 很重要的一点 佛用脱波的方式 是借着饮食 来修你的什么心 没有差别心 人家给你什么 就吃什么 你心里面还有 我这个可以吃 这个不可能吃 请问你的心 是有违还是无违 有违 十足的有违 各位听我的意思 比如像我 各位跟你说 我从小就不敢吃肉了 你让我吃肉 都拿我的名字 所以我不吃肉 不是因为我执着 这肉我不能吃 而是因为什么 本来我就不敢吃肉 因为我知道 我上辈子可能是 马跟牛来投胎 因为做精神做故 马跟牛 所以各位 你有看到 你家养马 买肉给他吃的吗 你看看 马跟牛都吃素 而且还单出一种炒 你不能拿红萝卜给牛吃 你一定要炒 你看他那么样的单一 我是想说 我孩子不敢吃肉 可怜我就是 那些来出事的 本男鹅 本性鹅 还要听我吗 是本男本性鹅 那没有造作 没有造就 可是各位 你现在吃素 我也赞同 不是没有赞同 因为吃素很环保 各位听得懂吗 吃素是站在环保 跟众生有生命 我不忍心吃它 对 可是众生有生命 你不忍心吃它 请问 你吃素 有没有吃到生命 也有 你说 没有啦 植物有生命 不是的生命 因为农夫 要去种田的时候 有没有杀众生 有 除草的杀众生 所以各位 你说你心要吃做到 决然的吃素 了不可得 佛陀站的论点 是从心脏来看 只要不执着 那才是真正的重点 不执着叫做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责相 所有的大乘经典 都从这个丁出发的 听懂吗 对 所以有人说 能学经讲 食肉断大悲众 对啊 经典讲的 可是各位 不能一文结义 肉的意思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来跟我做什么 互相斗争 两个人来干什么 有我相 人相 重量受责相 食肉断大悲众 各位 他的食肉是什么意思 就是食 不是在吃的这个 比如像我们讲一个成语 这个官员 鱼肉百姓 鱼肉百姓 就是把百姓 抬下来 变鱼肉来吃 不是 鱼肉就是形容 所以食肉断大悲众的 肉中形容 就是你的心里面 有我相 人相 重生相受责 那两个人要斗争啊 断大悲众 大悲众就是 如来心啊 当然你有斗争的心 一定把你的大悲众 折弊掉 断不是没有啦 各位 不管你吃什么 你还是大悲众 还是如来心 断大悲众 断叫 掩蔓 掩蔽大悲众 所以各位 你跟人辩论 跟人公理 不要随便引佛 真的一句话 头没看 我买也没看 断章去就跟人辩 不能唷 所以我就想 你有一天真的 能够上台奖金 你要益精通完精通 从精益的所有 雖然文字很难 可是变成华语的时候 你都要通 不然的话 你会自我矛盾 教法 有时候也会偏差 佛的所有一切 就是你的心而已 所以提伯达多 提出了五法 佛不赞同 不赞同 提伯达多 第一个法 我跟你讲 出家人一定要穿姿衣 什么叫姿衣 人屎 因为印度人屎 用这个衣服 随便把它裹起来 死了以后 没人在插 出家人去那边 捡那个包丝体的肉 然后就布 然后把它红一红 就穿着 那叫姿衣 提伯达多说 穿一定要穿这个 佛不赞同 为什么不赞同 人家供养你 是给人家种福田 你不接受 你找这个 各位听得懂不懂意思 因为佛说 这个不是重点 提伯达多说 这个是重点 所以有一半的必须跟他走 跟他走了以后 最后有一个人 是一个出色的比丘尼 我现在讲这个人 我现在讲这个人 这个人被毗多达多 用一拳 把他打死 所以各位 你看 他杀死了一个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 叫做 莲花色比丘尼 各位 你来讲下去的比丘尼 各位 这个典范 这是证悟的比丘尼 莲花色 叫做 幽波 幽波 幽波就是莲花 幽波色比丘尼 幽波色比丘尼 当然跟火童年代 他出生在今天 恒河以南 就比较在中南部的印度 莲花色 为啥它叫莲花色 叫做幽波 幽波花 叫莲花 因为它长得像青莲花 它的皮肤 虽然印度的皮肤 因为印度的血统 印度是白种人 是阿里安人 所以印度人的眼睛 是双眼皮 印度人的鼻子很挺 因为它跟有色人种 原住民的混血 所以印度的皮肤 比较黑 不是被太阳晒黑的 是它的血统是黑 可是它是阿里安人 所以它跟西方 是甘明的 跟我们东方人 跟我们蒙古种 是不一样的 它的皮肤 虽然肤色黑 可是它肤色显现出红嫩 而且皮肤 一坛可破的那一种皮肤的肤色 长得非常的漂亮 人见人爱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 莲花色 它的名字叫莲花色 像莲花一样 因为当时候印度早熟 所以史册记载 阿罕记载 莲花色大概在十岁左右 就结婚了 各位 这没奇迹 因为这个女性 各位差不多 都可以了 各位女性 因为这个随着不同的 风俗习惯 结果她生了一个小孩以后 因为莲花色的妈 爸爸早死 所以她的先生 陪她太太回梁家生小孩 因为印度有个传统 妈妈生小孩 先生就陪她回梁家生 如果她没有时间 太太 妈妈也一定要回梁家生 就像佛头 她妈妈 各要生她的时候 也是回梁家生 可是还没有到梁家的时候 就在树下 就生出来了 那结果要回梁家生的时候 因为她爸爸早死 她妈妈也年轻 竟然她妈妈 难耐那种孤单 就跟她的女婿 梁花生的帐户 产生曖昧的关系 各位 这件事情 让梁花生知道 让梁花社必须你知道 当时她没有出家 让她知道 各位 这个是对女孩子多大的 得一种打击 先生在外面怎么样 是跟她妈妈 只有有一天 她受不了 因为她精神崩溃 受不了 可是现在就崩溃 如果等一下 讲到后面 你才知道她多崩溃 她就把她的女儿 把她女儿 在一气之中 就把她丢到木板去 所以她女儿 当然没有死 可这边有个疤痕 这个是我要讲故事 后面的一个延续 有一天 梁花社她觉得 这种家庭不能呆了 她最后提出离婚 只是当时印度 也没有离婚这回事 她就自己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以后 她红头过面 可是红头过面 也没有妨碍到她的美色 她就看到有一个商女走过去 商女的一个商人 看到有个女儿子坐在这边 虽然红头过面 可是长得非常的清秀 她就说 请问你一个人在这边 你是什么绅士 她就说 我今天已经没有家庭了 因为我也不能再回梁家了 没有家庭了 我今天心灭也悲态 只要有人能供养我的色身 我就愿意嫁给她 所以这个商人听到这个 她就娶她为太太 为太太 这是人花色的第二次婚姻 这次婚姻过着还算幸福 可是有一天 她的先生跟她讲说 她要去外面经商 所以你要在家等我回来 她也答应 她很快乐 比起第一段婚姻好太多 结果回来了以后 她就告诉了人花色 我今天想去想再娶老婆 可是她心里想说 因为印度当时候 可以是一夫多妻 也没有什么 娶老婆可以啊可以啊 她就跟她讲 好好好 如果护军啊 你想这么做 我也赞同 我会视她为我的妹妹一般 就老婆就娶回来了 娶回来以后 她真的很照顾这个妹妹 有一天帮她疏头划 疏头划的时候 突然之中 看到头上有一个疤痕 天啊 你都知道天啊 她就问她说 你什么会有疤痕 她说我也不知道 我妈妈离家出走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因为啊 知道一些什么生事 我小时候也不懂 竟然把我丢在这个 丢在墙壁 种到木头 我血流如注 好在我爸爸 各位回来看到我 爸爸就回来 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莲花社 比丘的莲花社 听到这边 内心第二次 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竟然我跟我女儿 共事一夫 悲惨嘛 悲惨的还没来 莲花社从此以后 她没有办法 待在这个家庭 因为见识到了 离家出走以后 去干什么 她只能做女色的本能 去做什么 妓女 可是不是职业妓女 结果她在妓女巷里面 不是职业 可是业绩第一 所以所有的妓女 她们就开个会 到底是一个 这个amateur的 不是professional的 为什么特别能抢我们的生意 结果大家就共同 共同 各位想出一个方法 跟莲花社讲 莲花社我告诉你 有一个年轻人 她羞不静观 这个人 只要路过瑶瑟 她的眼睛 全部不歇视 任凭我们 这些妓女 怎么样的引诱 她都不动心 如果你能引诱 这个年轻人的话 我们全部 哄你为妓女第一 哄你为 就是我们的大姐 从此以后 这个行业有你领导 我们全部服从你 就莲花社说好 好 既然有人这么讲 我就展开我的魅力 结果 见到了这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 当然 因为羞不静观 各位不静观 你知道吗 羞女孩都肮脏 不静观 可是莲花社 她就有特别的魅力 她的魅力 总归就把中间阿恩君有记载 可是中间不讲 那边讲太久 各位 也引诱到这个男孩子 就这男孩子 就跟她生了两个小孩 生了两个小孩以后 各位 这一位修不静观的男孩子 听喔 因为她有修过不静观 所以她忏悔 各位 她入了淫室 又生小孩 所以她的第三任老公 也离她而去 她就留下两个小孩 从此以后 她就成为正式的妓女 正式的 因为妓女 大家以她为宗 以她为一个厉害 大姐 她就成为正式妓女 可是成为正式妓女 不能有小孩啊 怎么办 当时候 这个臣 有东臣跟西臣 西臣跟东臣 各有一个守门人 而各有一个守门人 而这守门人 各位 他们都还没有结婚 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结果她就把她的儿子 都把她丢在东臣 由东臣把抚养以后 就成为东臣 这个守门人的儿子 就把女儿丢到西臣 就给西臣人把她带走 而成为西臣人的女儿 各位 这件事情 就这样子过去了 莲花社 虽然已经年到三十多楼 距离她十岁 结婚到现在已经辗转二十年了 可她现在就过着妓女的生活 可是妓女的生活 倒是给她也带来平静 因为有一定的收入 有一天 当她看到人情沼杂的地方 吵杂的地方 各位 这位莲花社 跟她也要去看看热闹 看看热闹的时候 突然之中 被一个男孩子看到 她虽然年纪稍大一点 可是风韵犹蠢 她就跟她讲 讲说 我虽然已经结婚 可是很想再有太太 我现在知道 你的身份是个妓女 倒不如你就嫁给我吧 她想说 这个也好 有考虑 可是呢 刚开始她没有答应 可是还没有答应 这个时间 各位 这一位这个男子 也虽然去找她 可是她没有答应 这段期间里面 各位 她们的城中 出现一件大喜事 什么大喜事 原来 城东的儿子 跟西门的儿子的女儿 这两个人结成夫妻 姐妹 这个是兄妹喔 结成夫妻喔 结成夫妻喔 结成夫妻了以后 这位西城的 西城的城主 就是看上人花色的这个男孩子 她告诉人花色说 我已经有一个大喜了 因为我的女儿 嫁给了 嫁给了这个 这个东城的 这个城主的 的儿子 可是我女儿一走 我现在又孤单 是我想娶一个 娶一个老婆 可来让我孤单的心 可又是一个独住的心 已经单身了 有一个一半 所以你不要当巨女了 我愿意护养你一辈子 所以她说 莲花色非常的高兴 这一下 没有考虑 她就嫁给了西城的城主 而嫁给西城城主的时候 各位 因为这个东城的 这个儿子 死掉了 没有多久死掉了 而这个东城儿子的 这个女儿 的太太 可当然就回到梁家 回到梁家以后 当然她就叫莲花色 可叫她什么 叫她妈妈 可是 当她知道叫她妈妈的时候 这一位这个西城 这一位莲花色 她又知道 原来他们两个人的身世 我心天 我 遗失的女儿 成为西城儿子的 这个女儿 现在她回来 我现在又成为西城的 城主的太太 各位莲花色 李朱尼 她内心里面一直在想 一直痛苦在想 她认为她已经三次乱伦 她已经三次了 那这三次乱伦的情况之下 各位第一次第二次到现在第三次 她已经没有办法看受 跟那一种的内心上的愧疚 所以莲花色 这一位 这一位 还没有去出 这个莲花色 她就在顿栏之中 精神失常 跟那一位基利斯 各位这个巨坛名一样 成为疯子 成为疯子以后 她有时候疯 有时候没有疯 没有疯的时候 各位她也现出的那种 记你的本色 有疯的时候 就疯疯癫癫 有一天 有一天 突然之中 见到了一位尊者 这位尊者叫做目前人 目前人尊者出来的时候 莲花色 仍然不改其 可她要诱厚 然来指的那种本性 这个是习性 她又使出了那种 诱厚之功 可来诱厚这个 目前人 目前人在当下 顿线无形 因为目前人是神通第一 那开始把身体升高 那飞向空中 那在飞向空中的时候 目前人用华语告诉她 她说莲花色 你不要凭着你外向上的色 来引诱我 其子你色中里面所包的 只是一个龙血筋骨而已啊 她安肮脏不已 她没有一天是够近 所以我看到是你内心 是你看到皮色里面的你 而不是外在 各位 讲到这边 竟然这番话而已啊 莲花色 开悟 当下正虚头完 莲花色是这样开悟的 那各位 这个时候的目前人 下来跟她讲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她来告诉了这个目前人 她的一生的艰辛 她一生的痛苦 她的遭遇 她取得先生啊 怎么样对待她 她有乱乱伦 目前人跟她讲 观受是苦 各位 她要保持她那种容貌 她跟她讲 观身不尽 接下来 各位 她就把这个莲花色 告诉她说 你已经证尸头完 尸头完是什么 是无所入喔 各位 这个时候莲花色 因为她是个大根弃者 在当下一听就蹲悟了喔 结果她说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谁 见希塔多太太 见世尊 见了佛陀以后 若前人只跟她讲了两个话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现在佛陀要再补充两个话 各位 是哪两个话 各位 再来 观心无禅 观法无我 当她解释完毕 听了以后 各位 人发色彼丘 当下证悟阿罗汉 识果罗汉 记住 各位 佛陀讲到这边的时候 所有的彼丘 以前还没有证果的彼丘 他就起了质疑 这样子当过妓女 这样子生事的人 怎么能够顿悟吗 怎么能够证事果吗 佛陀告诉他们 见地不同而已 请各位要听 各位 人发色 尚且 他可以 在这个顿见之中 呈阿罗汉 各位 所有的经典 都是从这边出 都从波勒心出 全部都这么出 各位要怎么讲 只是我们见地的转移而已 所以请各位要知道 这个是对经典所记载的 好 那个人发色 各位 他有一天 他在从中 在丛林中 当他入定的时候 经过了一批强盗 这批强盗 看他女色 因为女孩子 女色 是个优出 可是莲花色 用禅定的力量 用他政界的力量 政界的力量 政界的力量 来感动这些强盗 这些强盗 刚好偷了一头牛 他们就把上好的牛肉 供养给莲花色 那个莲花色 拿了牛肉 他心想 我最有恩德的人 就是我老师 释迦摩尼佛 所以他就捨不得吃 把这个牛肉 供养给释迦摩尼佛 各位要知道 这是佛陀的时代 最后 提出了菩提达多 这个菩提达多无法 他所所的就是 一般人很难守的戒律 包括菩提提达多无法 其中无法是什么 他说 比丘不能住在有屋檐上 一定要住在树上 要住树下 不管刮风下雨 都要在树下 他说这个才是正住 佛陀说不然不也 有房子不房子住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跟成果无关 跟清静间无关 所以莲花色 当然站在佛陀角度 因为莲花色 大家都认为 他是肮脏的身心 可是他刹那间 即是清静 即是正果 所以各位 莲花色 因为已经正果 他知道 一切正果是在心 而不是在外向 所以提达多 当他要带走 这些比丘的时候 各位 这个时候莲花色 就起来反对 起来阻挡 他说佛陀教我 不是这样子 你提达多 只从像里面说法 佛陀的法是心瓦 心瓦是要顿剑 顿悟的清静心 讲完了以后 因为他强加阻挠 所以提达多 恐无有力 用他的双拳 可在刹那间 祭拳之中 把莲花色打死 莲花色这样子死在 提达多的手中 最后阿罕记载 目前人跟摄利佛知道这件事 摄利佛用正式箭 感动了被提达多 带走的比丘 结果带回来了以后 他问佛说佛 为什么你不阻挡提达多 佛说一切都是因缘 他会回来就回来 他能证物就证物 一切都是因缘 不瞎强求 可是摄利佛自己带回来 也是因缘 所以有些比丘 有再回来 回到佛的身边 回到佛的身边以后 各位这些人 有些弟子就问佛说佛 莲花色被提达多 两拳而答死 莲花色很可憐 佛说生相的一切 缘起就缘昧 莲花色过去身中 跟提伯达多有仇 既然有仇因果必报 因果必报 两拳之中 把莲花色打死 只是射死而已 射死即是解脱 他的心仍然证物到 无语涅槃 各位讲完以后 佛的弟子 在当下又有几位 又证了阿罗汉 所以各位 从这个地方 你从经典很明白的看出来 物则刹那间 所得一切只是什么而已 见解 见地而已 各位必须要明了 是金刚经在讲这见地 所以现在回到尊重政教 更去看 尊重政教是政教 这边的重点 又在一个字 又在一个正 入法界叫政教 所以付出须菩提 谁说是金乃是巨巨巨等 当之 这个地方处刺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共养 这个地方 所有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共养 为什么 向上的世界 世间天人阿修罗 是在向上世界都要共养 为什么要共养 因为有世巨巨存在 世巨存在 如佛塔庙 各位 有塔有庙者 从向上而言 一定要具备三个才叫塔庙 第一个要有佛像 第二个要有佛的经典 第三个要有僧人 要有比丘比丘女 要出家人 这个才叫做塔庙 可是这种塔庙 是有向的三宝 所以经典所在之处 现在经典所在之处 谁说是金 谁死谁人谁次 谁说是金 这个地方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共养 如佛塔庙 这个地方就是塔庙 为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塔庙 可是他也没有僧人 他也没有经典 他没有佛像 为什么是塔庙 因为他是自信三宝的塔庙 那个才是真正的塔庙 塔庙有两种塔庙 一种是有向的塔庙 什么叫有向的塔庙 可是我说过 一定要有佛像 要一个样子 要有出家人 里面要有经典阿 各位这个叫做三宝 有向的三宝 可是各位 现在金刚经 佛所讲的无量的功德 是无向的三宝 无向的三宝 那个什么叫做无向的三宝 无向的三宝 叫做自信三宝 所以六主谈心讲自归一 自归一佛 归一法归一生 所以各位 当我们早课晚课 各位要去念最后的时候 都是自归一佛 我当愿众生怎么样 自归一法 自归一 各位自的意思 不是自己去归 你不是自己来归 难道是别人来归 自归一就是自信归一 归一的意思是什么 回头叫归一 自信归一回头自信三宝 自信三宝是什么 什么叫自信三宝 就是佛 化身 佛化身的自信三宝 有向的自信三宝 是佛化身 是有向的 无向的自信三宝 佛就是觉 也是心 这前念不生为心 后念不念为佛 佛跟觉是同一件事 那个什么叫化 化是什么意思 化叫做正 什么叫做生 生叫做静 各位这个是从六祖谈经来讲 所以早课跟晚课 是取之于六祖谈经的这一段 各位听得懂不懂 所以自信三宝就是觉正静 静是什么意思 清静心 正是什么意思 你入法界 什么叫觉 你本来就有的 所以觉正静这三个 叫做自信三宝 在什么地方 本智具足 没有一天缺少我 没有一天离开我们 那是本智具足的 听懂吗 那本智具足 为什么要皈依 因为我们离开他太远 本智具有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都往外求 今天 在佛面前化愿 化愿什么 回归自信三宝 这个叫皈依 觉正进佛化身 这个叫做真正的皈依 那各位 当你觉正静 本智的觉正静 当下显得如素 这当下就是有塔妙 那各位 如何显出觉正静的当下 就是金刚金四巨巨 就是随说是金 这一部金 就是教我们回归觉正静 所以各位 是讲这个意思 所以呢 所有的一切 世间天人阿修所应供养 如佛塔妙 这个就是塔妙啊 这个就是我们自信三宝啊 好 何况有人尽能受词读诵 各位 所以虚菩提 当知世人 成就罪上 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何况有人尽能受词读诵 请各位知道 受词的意思 各位就是呢 你保持住 你保认住 保认住你的佛性 各位 受词不是我今天念金刚金叫受词哦 那各位 我现在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保认佛性 各位从我们讲坛金 讲心金 到现在金刚金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一定相信有一点 各位哪一点 我们本具有一种 具足无量功德的如来觉性 各位有没有能能完对 没有 好 各位你懂得这一点以后 请各位保认住 保认住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作义哦 保认住的意思就是 让他能显 那个即使不能显 他还是存在 是你把他遮蔽 可是各位 新天能显 这个称为叫保认住 那个当保认住 不是我脑筋想我要保认 叫保认住 你认为要保认住 有修有正 不是保认住 保认住是无修无正 什么叫无修无正 华尔如是 那保认住 用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听 因为我们离不开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 与人应对 日常生活 六根接触到六成的 当下他一定会显影 显出的影像要正思维 正思维就是把划出来哦 各位 你现在的静跟绝要出来哦 绝出来哦 绝就是我们的如来种子哦 你的正要出来哦 要入划戒 各位 当你六根接触到六成 而产生六四的当下 你沿着别人在 运作的这个当下 各位要入划戒 保认住就入划戒哦 你就知道 六根接触到六成的一切 无灰是什么而已 圆影 既然是圆影 你绝症出来了 所以绝不离正 正不离绝 再听一次 绝是什么意思 认识自己的佛性 他是绝 专有名字叫绝 绝叫佛 当你知道我有佛性的时候 所以我六根接触到六成 全部都是圆影 各位 你只要有见地是圆影 我恭喜各位 你入划戒 入划戒叫正 正见 正念 正思维 你入划戒的时候 各位 什么人才叫做真正的入划戒 既然他是圆影 所以我不执着圆影 圆影伤害不了我 我也不执着圆影 我也不离开圆影 所以叫不离不及 你断灭相 不可能禁止各位 不能现象的 所以你要离开相也错 可是我不会被相 所执着 各位 这种不离也不弃 这种不及也不离 可在这个当下是你入划戒 可在这个当下是你入划戒 可我告诉你 你的清净心自然贤了 不是我要修一个清净心 清净心不是你修的 你要修一个清净心 你就没有清净心 清净心是自然贤了 所以当下 绝即是正即是禁 绝正禁三则一一则三 这个人叫做皈依三宝 这个人在佛的眼中叫善男子善女人 他承担阿鸟 德罗 善鸟 善菩提 皈依的当下即正果 各位听得懂不懂意思 为什么我们皈依后 我们环虎还是环虎 因为你误解皈依的意思 因为你皈依有相的三宝 听得懂不懂 所以你口中之上挂着 我是哪个佛术的皈依 我的师父是谁 当然要尊重他 他是你的引渡师 可是你不认识佛法 你的师父 当然师父是一个广称 你不是皈依他 也不是皈依这个有形的这个像 也不是 也不是皈依这个经典 经典有什么可皈依 经典是在圆艺能弦 它是个印刷品而已 我不是皈依这个三宝 这个三宝 帮助不了我 这个有相的三宝 没有办法让我了脱身事 所以我听说人有一派讲说 如果你有皈依有皈依症的话 死的时候 记得告诉后人要把皈依症放在尸体一起烧 各位 他把有形的世界用五形来看 就像要出国要记得带passport 各位佛法不来讲这个有相 各位你要听啊 真的 真正的皈依三宝 当下即是塔庙 为什么他即是塔庙 因为他真的是五形的三宝贤偶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懂得你的决心 你是皈依佛 什么叫皈依佛 回归佛 认识佛 佛不是外佛 所有的外佛都心外求佛 佛陀没有叫我们这样子啊 听得懂不懂意思 所以各位 你看喔 像佛很厉害 我们拜释迦摩尼佛 是拜大英博物馆的那一个释迦摩尼佛的 因为释迦摩尼佛好像是那一个尊者 把他画起来 他也会画多 阿娜利尊者 因为他也会画画 把佛2500年前的那个像画出来 各位 长得像耶稣差不多 有胡须 印度人 多胡须 各位 为什么你们不拜那一尊 为什么拜这一尊 那一尊 是摄身的释迦摩尼佛 这一尊也不得不把它刻出来 是法身的释迦摩尼佛 是不得不把它刻出来喔 所以请问各位 所有的佛数的佛 有没有长得差不多 差不多 都差不多 是主材不一样而已 那叫做法身 法身就是这样 我刚才听到这个意思 所以不拜释迦摩尼佛的摄身 各位 释迦摩尼佛像是做纪念的 博物馆这个放着用 佛陀不是叫你看那 看那就是以相见我 以色见我 因身求佛 四人虚相不能见入 佛陀是看你要看他的法身 他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法身 因为以后过了五百年后 大家怀念佛头 才把他造像 听得懂不懂 那各位 我们遇佛姐的遇佛是遇那一尊 是遇大一博物馆的那一尊 还是遇这一尊 还是遇小小朋友 没有穿遇武那一尊 没有穿遇武那一尊喔 你不要遇佛姐遇这一尊喔 各位不不不 离开法座 为什么遇那一尊 那一尊叫佛初宿 就是我们的佛性 刚听到以后很欢喜 让这个佛性 贤而像小baby一样 要用滑水 滑水叫花水嘛 花的水啊 滑水叫滑水 用佛的话 用佛教我们的鉴定 让他慢慢的长大 你叫做遇佛姐 所以遇佛姐遇谁 遇西达多太子 遇自己的心 心啊 佛就过离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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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成故人 要自己洗又离遇 各位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各位你就清楚了 原来就是所有的佛法是表法 就是无非要 让我回归自信而已 那个金刚经世俱剧 不管不是只有金刚经 花华经世俱剧也一样 所有的金世俱剧 心经世俱剧也是一样 六祖坛经世俱剧也是一样 无非大乘化 第一个要点 也是结论 就是要让你认识有个佛信 还有一个贱信 所以贱信不是人 不是我修跟他人要贱信 贱信是贱地而已 各位听得懂不懂 现在大家都误解 我要修到贱信 你本来就贱信 是你不知道你贱信 今天让你知道而已 好 我贱信 我有个信 这贱信不然 所以六祖坛讲 贱信后起修 修什么修习信 不贱信 贱信的当下 你的什么出来了 本来有的什么东西 绝 贱信的人只要用决心 六根接触到六成 所有的都是什么而已 原因 你正出来了 正就是华界 正见 你正出来 你已经不执着了 不染着了 不会去占有了 不会去拿 为这个像所困扰了 请问你本有的什么就出来了 他叫禁 当下叫绝正禁 是金刚君四聚聚 你看有重要嗎 你如果懂得这个 你肯定点头 不然你的变法语 要跟人说下去 就是功德 跟人说不太简单 所以我常常用手机 我常常用手机 传一些话给你 你看我有很多功德 又旁边说 你要传给很多人 功德就无量 又停停比这头的啦 每个人都说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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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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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 台中变成这样 不要跟你说 有船才有功德 没有船有最好 又说 船上发生买 那是你的体悟正悟 才有功德 那什么叫功德 本来具足的功德啊 那现在都存活在相的世界 何况有人尽能受除毒诵 什么叫独诵 独诵叫独通 诵叫通 你要通啊 虚伯底当之世人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 最上的第一根稀有 就是我们的觉正进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即是有佛 佛在哪里 就是这些法义存在 就是佛啦 那才是真正的佛啦 不是那相上的佛啦 若尊重弟子 就好像他的尊贵 就好像我们对佛的尊重 也像他的弟子佛的弟子 对佛的尊重 一样的尊重啦 那各位 这个金刚钦 在这个地方 就把它结尾 所以名称叫尊重正教文 正就是觉 就是静 觉正静 简单 就是自信申报 好 各位今天我们金刚钦 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